中兴国中烘焙教室这一天内突然来了一群约四五十位的小朋友 他们由俊康国小校长谢维奇及老师陈冠宇带领下 实际到中兴国中进行职业试探与体验示范 借由教育部的车子补助 才能让这些小朋友们有实际职业试探与体验的机会 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到南投县职业试探与示范中兴学校 那这个计划对我们比较偏向的学生来讲 其实是难能可贵的 因为借由教育部的补助 那我们跟中兴来做一个申请 获得这个经费的补助之后 那我们可以有车支有保险费 所以今天才可以全校一起来乘行 到我们南投县职业试探与示范中兴 小朋友们各个开开心心做着吐司面包 每一个人都听着老师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还学会分工合作的精神 有的揉面粉 有的拌馅料 津津有条 小朋友说他第一次做得很开心 我读学校幼小六年级 我第一次来这里感觉是很开心 我学到怎么做吐司跟饼干 我以前在家里都没做过 我今天做的感觉心情是很好的 中兴国中是县内第一所最有规模 设备最完整的职业示范中心 在学习中开启了学生一种未来兴趣的可能 中兴国中有全县最完善的烘焙教室 所以靳坤国小在谢维奇校长的带领之下 今天有五六十位的小朋友 到中兴国中来学习这个烘焙课程 小朋友们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的开心 他们今天除了学习烘焙之外 也把学校所学的数学的方式 投入到烘焙的课程里面 其实这个课程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学校教育部在这个课程 他是有做补助的 他希望说这个课程能够看看 孩子未来的这个性向 尤其是职业性向 有些小朋友经过这一则课程之后 觉得对这方面是非常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也期待说 这些小孩子如果长大以后 也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烘焙师 虽然对未来的职业规划 对小小学生来说是个初步的试探 但借由这项难得的体会 已经让他们产生了不同的想法 懂得将数学应用在生活当中 相信对他们的未来规划有所帮助 记者王水仙 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批试